大家好,歡迎收看CAN哥理財秀,我是Sandy 我想很多投資新手一定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想說我第一次要買這個投資商品 到底要買什麼才可以真正的不會賠掉自己的錢包呢? 所以今天就要在節目中來替大家做解答 到底新手要買怎麼樣的一個商品才是最正確的呢? 那我們就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理財教官是CAN哥 CAN哥好 CAN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啊,所以CAN哥我想要問你啊 你還會推薦怎麼樣的一個商品來給這個投資新手呢? 我想投資新手,所謂的投資新手就是過去的經驗不是很多 那當然選一個簡單的 怎麼樣才是最簡單的? 明瞭的 現在目前最近不是很夯嗎? 夯的是什麼商品? 你說那個ETF嗎? 答對,你就知道嘛 ETF為什麼我會去推薦 ETF呢 坦白說它有專業的經理人來幫你把關 對 那現在目前市場上會這麼夯啊 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也就是說又簡單 又可以賺到錢的 又容易的那種商品啊 適合啊 年輕人 剛踏入投資界的時候啊 其實最適合的商品 說一個懶人投資法的概念啦 是的,沒錯 那就是你說這個 就是這個ETF齁 你說它這個現在規模是直接來到快要兩兆元耶 我覺得它兩兆的數字真的很誇張耶 我突然沒有看過這個數字 兩兆 兩兆不是叫你兆也不是叫我兆 一起跑啊 ETF現在的市值啊 大概是1.92兆 已經逼近快兩兆了 很多耶 Sandy 兩兆有多少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離我太遙遠了 我對它超陌生 剛好 今天早上啊 蘋果宣布啊 它的市值是多少你知道嗎 1.93兆 那也就是說啊 我們現在台灣人大概145萬人 在買ETF 總市值1.92兆 大概等於蘋果的總市值 哇 全球蘋果總市值 等於我們現在目前ETF的規模啊 這樣很多耶 全球用蘋果的人這麼多 然後直接放到這個 我們的小島上面 沒錯 這樣講是不是就真的很多 對啊 那這麼說 大家就知道說 哇這兩兆的規模大概有多少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類似啊 像蘋果現在全球的總市值啊 大概就逼近兩兆了 很誇張是不是 這個數字是很誇張 剛好這個數字就非常龐大囉 因為它成長的速度啊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快 是不是也是近期才突然 突飛猛進這樣子 應該這麼說齁 短期之內本來在1.7兆到1.8兆的時候啊 那時候ETF的商品啊 是以股票型的比較居多 但是1.8兆以後啊 到目前為止啊 坦白說啊 債券型的商品 會衝上來的 那這個最主要 ETF啊都是由 投信公司來發行的 哦 是說這個像什麼 元大啊 國泰投信這些 對 那我要這麼說齁 全台灣目前總共有39家投信 是 那其實啊 ETF發最多啊 就是圖表上面所秀的 前三大 第一大上面就是元大 是 那第二個啊就是富邦 是 那第三個啊就是國泰 國泰 Sandy你知道 這三家加起來啊 坦白說它的佔比啊 就將近九成了耶 很多耶 對啊 非常高耶 兩兆的九成大概就1.8兆了耶 所以可以見得 這ETF啊 貢獻給這三家投信的規模 跟經濟貢獻啊 就有多少了 非常的大 那就非常的大啦 那這三家 其實當然因為他們也這個有 非常的有遠觀 那所以發了這個ETF啊 現在目前也造就了很多投資人啊 會想衝著他們去買這樣子 對啊 因為以前投資人啊 對於現在目前上市上位公司啊 一兩千檔股票 大家誰知道誰啊 根本不知道啦 小中司誰理你啊這樣子 對啊 所以有ETF之後啊 欸確實 投資就方便了 哦 就像剛剛說的 我說那個懶人投資嘛 是的 所以很吸引很多人 對於股票市場其實都不懂的 因為股票市場很複雜 所以大家就會想要去買ETF 沒錯 欸身體越來越聰明了 他果然是 爐子可交爺 啊 我還要學很多啦 是 所以就是說 這三 這三家投信所出來 所來賣的這些 商品 ETF是適合大家去買的 欸不是這麼 我應該這麼說 現在目前啦 貢獻的將近兩兆的ETF市值啊 是由這三家投信所來貢獻的 嗯哼 占比比較大啦 是 但是我們來看啊 最近最夯的 就是 這個上個月 您知道嗎 你說那個 也是我們排名第一名 那個對不對 國泰永續的ETF 對 他這一檔是上個月才發行IPO的 可是他就直接飆到 大家最喜歡的 你去看喔 他一個月 他總共募集了145億台幣喔 一個月就這麼誇張 對啊 我們這個表格啊 是越增加 就是進擊這一個月裡面 增加最多的 最多當然就是國泰這一檔 那ESG啊 就是所謂的永續經營的一個企業 那這個啊 確實是耳後 這是國外啊 非常流行的 只是國內啊 流行的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是我們現在才突然流行起來的意思嗎 對 這個是我們目前金管會也在改變 就是鼓勵大家去投資買這樣的商品 那這些商品啦 ESG就告訴你什麼 投資的這些的標的啊 坦白說都是一個穩健成長 想要長期經營的好公司啦 是 不是所謂的地雷股啦 不是所謂的有問題的公司啦 那這些啦 就是永續經營的 所以這些的標的啊 確實適合年輕人 退休族的人去買 坦白說 就是比較安全比較穩這樣子嘛 是的 我們不用自己還要去 每天盯著股市這樣看 搞不好以後你退休就是靠這些 這些ETF商品喔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吧 對的 那這個是近期裡面啊 台灣的投資市場的一些變化 比如說ETF啊 這種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成長的標的啊 在最近裡面來看啊 都是一些比較穩健保守的商品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如我們圖表所秀的 這些商品 投資起來比較安全就這樣子 沒錯 所以看跟 ETF就是真的是比股票來的好賺嗎 這樣子講 應該這麼說 一般人都認為啊 股票啊 賺很多喔 因為股票一檔 一天就10% 很多人好像 一天就counted賺好幾十萬 好幾百萬什麼的 對啊 他一天就漲幅就10%了耶 啊跌停有10% 總共來回有20%耶 嗯 那大家都以為說股票確實好賺啦 ETF不好賺 因為ETF啊 它是屬於基金類型的一種 它是不是小小小小的這樣子去投資 欸不是 ETF啊 它是一個所有股票組合二層的商品 是 那它全部要漲停 不容易嘛 對不對 比如一檔股票要漲停很容易嘛 啊可能今天 啪 就像台積電那一天 今天什麼新聞爆出來 它就突然直接漲停這樣 它就漲停了啊 然後鎖死到最後 對啊 對啊 賺翻了 它一天就賺10%啦 但是ETF一天要賺10%啊 坦白說不容易 哦 那坦白說 我告訴大家 嗯 這是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 因為投資要看長期的績效 你至少要撐過一年半年吧 哦 要慢慢看啦 我們不可以馬上就直接定案這樣子 對 我們要觀察它 對啊 所以ETF未必投資啊 會輸給股票 我們做一個表格 你來看齁 這是我們今年上半年以來 最會賺的10檔的ETF 是是是 欸開玩笑 你看第一檔賺幾% 100多%欸 這個已經爆炸了吧 那最後 讓你到第10名好了 其實它將近有三成的報酬欸 真的欸 對啊 那我們看 這樣算很多吧 當然很多囉 你看前6名 就賺了40%以上 這個40%是很多的意思嗎 那當然啦 比如說你投資100萬 賺40%是多少你知道嗎 40萬 對啊 賺 好像 有欸 這樣算很多吧 對啊 半年能夠賺40% 其實坦白說它報酬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連股票都不見得追得上 真的嗎 連股票都不一定能夠半年能賺40% 我以為股票一定會比ETF來得多 沒有啊應該這麼說 如果股票的東西啊 它的漲跌幅速度會比較快 那你們不是專業的人 漲上去了 欸好爽啊 但是又跌下來了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跌 因為我們不會看 對 所以為什麼要去買ETF 就是專業的經理人在幫你看 你買的安心 睡得著 又可以賺到錢 那多好啊 哇好像一局很多用欸 對啊所以 ETF為什麼最近會這麼夯啊 而且它近年度的報酬都相當不錯 真的有它的因素存在 哦其實就是大家不用特別去 每天盯著什麼財報看啊 盯著新聞看 然後看它會不會突然跌 又突然漲這樣子 對啊 活得心驚膽戰很恐怖 對啊 人不需要過得這麼辛苦 可以輕輕鬆通的過 我再開心一點 嗯這樣是最好的是不是 是的 那所以Ken哥你覺得說 這十大 這十大ETF裡面啊 它有沒有其中裡面 有幾檔是特別好的嗎 其實要是我 依我來推薦齁 我會推薦兩檔 哪兩檔啊 兩檔啊 我首先會用區域性來選 再來選呢 就是它的商品別 區域性啊 現在目前當然 經濟體最大 就兩個國家嘛 什麼美國 一個是中國嘛 一個是美國嘛 那以美國上來看啊 比如說好 排名第四的統一這一檔 哦 它叫做所謂的尖牙股 嗯 什麼叫尖牙股 就是 十大科技類 科技股嗎 欸就是說 它所謂那個產業裡面的龍頭啦 最獨霸的 最強的公司啦 那比如說好 我們這裡面 所有看到的 統一這裡面 布局的這十檔裡面呢 我們在下一頁裡面 就把它秀出來了 是 比如說好 像阿瑪龍 像蘋果 蘋果 然後特斯拉 Facebook 對 Facebook Google 這些都是想當當的吧 對對對 大家每天都在用啊 大家都知道這些公司吧 對對對 他們企業很大 這些企業 有什麼好處呢 是 坦白說 短期之內不容易倒啦 哦 如果他們真的倒了 我也會很意外 對啊 因為那個Nephi 我每天都在用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 這些產業上來看呢 確實它有它的前景存在 然後為什麼 統一這一檔之後 欸 統一它這一檔 近年度以來啊 半年而已喔 六個月時間而已喔 他是長得快五成 對 長得快五成耶 很兇對不對 長得很兇耶 但是我還是會推 未來我還是會推薦到它 為什麼 因為科技類股後續啊 還是確實會是一個 投資的一個重點 比如現在大家所談的什麼 5G啦 嗯 耳後的AI啦 嗯 這些啦 其實都跟這些會有關係 對 未來感覺這些都很重要 對 所以這些的標的啊 雖然今年度 上半年它漲了將近五成 明年度它會不會再漲 我覺得啦 我覺得 這些商品等 欸 川普選完以後 是 他應該還會再漲 怎麼說 因為它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就是 耳後啊 川普現在目前 因為確實在選舉的因素啊 對 他會有一些干擾因素 那過了之後啊 就會走到所謂的基本面 那基本面呢 就是所謂的會穩定的往上發展 喔 所以這些堅壓股部分 還會再發酵 所以我說 基礎打穩了 它就會繼續往上漲 所以我說 這一檔標的啊 其實欸各位不要看 它漲了五成之後 是不是欸 就已經漲多了 不敢去投喔 對啊會不會它其實已經到高點了 然後它就突然一個 疊下來 大家就開始哭哭 哈哈哈 會不會這樣啊 但是我們看產業它是OK的 所以未來它的趨勢是往上了 所以就投資大眾啊 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畢竟這幾個都是大企業嘛 對啊 暫時是不可能突然一個倒掉 這大家會很意外欸 沒錯 如果要是沒有蘋果可以買那怎麼辦呢 哇 那就慘了啊 要換手機 對啊 那些那種果粉啊 都會開始很難過 那我要換什麼 哈哈哈 那除了美國以外啊 當然我還推薦 剛剛Ken哥有說中國的商品 中國的嘛對不對 對 那中國的商品就像我們 第八檔跟第九檔所列的 其實這兩檔是一樣的啦 只是匹別計價不一樣 後面剛剛那個加R嗎 對對 那只是人民幣的計價而已 所以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中國啊 他確實啊 是目前所有全球裡面啊 股票市值是 他的 是漲最少的啦 漲最少的 等於他最低檔啊 為什麼 為什麼他現在漲最少 他不是中國嗎 對啊 那就像台灣的家庭指數 現在來到了一萬三千點 對對對 又創新高 真的 最近很重 美國他也創了新高嘛 嗯哼 那各個區域呢 都創了新高 唯獨啊 只有大陸的上陣指數啊 還沒有創新高啊 他怎麼沒有創 沒有跟著一起創 沒有啦 他因為之前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一直被打壓 對啦 被壓了下來 最近這個美國跟中國 超很兇 對啊 那慢慢會解套的啦 那會解套 他一樣相對性 他會補漲上去的 只是希望給他時間 對 中國區域的商品啊 未來是值得投資大眾去選擇的 所以呢 這十檔裡面呢 我推薦這兩檔 一檔就是統一的這一檔 建壓股 跟群力的中小 甚至中小這一檔 比較推薦的就對了 對 這兩檔商品啊 未來都是一個 可以期待的好商品 哦 啊我看到這個群運 他是因為那個力訓的關係 所以突然大漲 是這樣嗎 是因為力訓的關係 所以突然大家去發掘到他了 所以以前他就是默默無名小卒 然後現在因為力訓爆發這個 這個購買的這個 要購買台廠 偽創子公司啦 偽創子公司啦 這個新聞還有凱瞬 所以他突然爆起來 對啊 那我們上次有講過 突然爆紅 他爆紅的因素啊 是因為他真的花了不少錢啦 去買這些 那為什麼會去買 就花這麼多錢去買這些公司呢 比如說他去買 偽創的這個子公司 大陸廠的子公司 跟去買凱瞬KY的這家公司 因為他們都是做iPhone的手機 是 凱瞬他是做機殼的嘛 對對對 然後他們這個都是接iPhone的訂單嘛 所以我剛說了嘛 中國不可以缺美國 美國呢也不能缺中國 兩個是一個互補的概念 沒有這是全球經濟體的一個概念 好啦 所以耳後這兩個區域的投資啊 其實他是會去做坎拜 做連結的 對對對 所以全世界不可能缺少他們 全世界不可能缺少他們 是的沒錯 經濟體系他們最重要這樣 是的 好那所以就是說投資這個 給投資新手的意見就是覺得說 Keng哥你覺得就是 以ETF來說是最適合投資新手的 這樣子講對嗎 沒錯 因為ETF呢有專業的經理人在幫你看手 你自己呢又不用花時間去研究個股的財報也好啦 產業的未來走勢啦 那各方面所擔心的問題啊 通通不用去擔心 ETF都有專業的經理人在幫你把手了 你只要而且他的成本費用又比較低 所以呢你可以買的安心 睡的安心 你以後呢報酬也會相當的不錯 還可以穩穩的賺 是的 就是給這種我們像這種 還剛進入這個財經市場 還什麼都不太懂這種 投資新手啦 這樣子講就對了 買ETF就對了喔 是的 好的那我們也要跟大家說啊 以上節目內容其實是提供大家做參考 大家要記得 投資本來就是有風險的 你在下手之前一定要謹慎去做判斷喔 那如果你對今天的節目內容呢 還有一些問題想要問的話 歡迎來掃這個Keng的QR Code 他的Lite是小老鼠PFC5558W 那你有任何問題問Keng Keng都可以給你一個最詳細的意見喔 好的如果觀眾朋友呢 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這個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最新的消息喔 我們再次謝謝Keng 謝謝Keng 謝謝Keng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